原标题 他统治苏联长达三十年 一手缔造了强大的帝国 死后 毁于参办 1953年3月5日 统治苏联长达三十年的斯大林病治 时过六十多年 对他的评价仍然截然对立 有人将奉为伟大的领袖 甚至对他的评价高于苏联的创始人列宁 也有人将视为暴君和恶魔 斯大林与列宁 他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的卫国战争 可以在他在授意下 进行轰轰烈烈的大清洗运动 虽然清出了一些蛀虫 可还是有不少无辜的人被卷入其间 成为牺牲品 一 不屈不挠的革命者 1902年4月至1913年3月间 斯大林因参加革命活动被逮捕 七次 流放六次 从流放地逃出五次 二 参与领导十月革命 斯莫尔尼宫 1917年 列宁在斯莫尔尼宫 策划武装启示 推翻临时政府 斯大林成为了领导反体人民委员会的一员 最终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 成功夺取了准权 三 履立军功 展示杰出军事领导 才能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 斯大林任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在保卫塔里金的战斗中 在粉碎 由邓尼奇 邓尼金和波兰贵族的战斗中 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功绩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为此授予他红旗勋扰 四 参与缔造苏联1922年12月 第一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斯大林做了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报告 5.列宁逝世后 逐渐取得权利 1924年1月24日 列宁逝世 斯大林开始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政敌托洛茨基在内部斗争中 将托洛茨基、纪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 布哈林等元勋淘汰出局 成为唯一的最高领袖 纪诺维也夫、加米涅夫6 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制造个人崇拜斯大林 创建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30年代 被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7.领导残酷的大清洗运动 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 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 1937至1938年 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 在此期间 130万人被判刑 其中68.2万人遭枪杀 把领导苏德战争 出道二战进程 最终成为二战领袖 1941年6月22日早上4045分 希特勒突然撕毁苏德户部侵犯条约 火同匈牙利 罗马尼亚 芬兰等国军队 发动了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一 基辅保卫战 惨败1941年8月 由于斯大林拒绝采纳诸可夫的建议 下令红军死守基辅 结果导致苏联西南方面军 在基辅战役中被德军围歼 纳粹德军宣布歼灭苏军66万人 希特勒宣称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歼灭战 而莫斯科保卫战 莫斯科保卫战 1941年11月初 德国中央集团军逼近莫斯科城下 斯大林姐 绝留在城里组织反击 11月7日 斯大林命令苏联红军 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阅兵式 发表了重要讲话 授阅的苏军部队 随即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 在朱可夫 华西列夫斯基等将领的指挥下 12月6日 苏军从莫斯科城郊开始返攻 到次年4月下旬 击溃德军50多个师 击毙击伤德军80多万人 将敌军击退 150公里至400公里 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威胁 夺回了60多座城市 苏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胜利 宣告了希特勒陕西战的彻底破产 极大的鼓舞了苏联及全世界人民 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3.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42年 德军将战略重点放在南险 同年7月 德军向福尔加和地区的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 发起猛攻 会战中 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 罗马尼亚第3 第4集团军 意大利第8集团军被歼灭 法西斯集团损失官兵近150万人 约战其苏德战场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此役被认为是二战的转折点 4.出席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 斯大林参加了德黑兰会议 同美国总统罗斯福 英国首相邱吉尔当任会谈 通过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 之后苏联在对德战争中逐渐转入反攻 5.出席亚尔塔会议斯大林 在亚尔塔会议上 合照 1945年2月4日到2月11日 斯大林参加了亚尔塔会议 三国领导人就对日作战条件达成协议并签了字 根据这个协定 苏联要在德国投降集团战结束后 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6.苏军攻入柏林苏军 攻占柏林 1945年春 苏军以三个方面军250万人的兵力进入德境 于4月27日突入柏林中心区 30日基特德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 7.击溃日本关东军 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投降 日本宣告投降 1945年8月8日晚 苏联政府向日本驻墨斯科大使声明 苏联根据亚尔塔会议精神 终于同盟国义务 宣布从4日起 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一周之内 苏联联军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 8月15日 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投降 9.病逝于莫斯科郊外 1953年3月5日晚现 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突患脑衣血 在莫斯科郊外昆彩窝的别墅中去世 享年74岁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